봐요首先多 area 到了 有人 nuestras Bran Såλ 有意見不合的你們兩個人 剩下的夫妻那個了 大家約定有20種方法來解決不同意見的情況 都可以的 一点都不难的 这是其中了对吧 你记得什么的镜头或话语传 我答应 假如我 你让我 我要吃牛排 你要说海鲜 我没想到其他办法 我答应 假如今天你拼我的 吃牛排的话 我买一个一千块钱的礼物给你 所以他说 假如你今天跟我去吃海鲜 我答应我买两千块钱的礼物给你 然后我就说 假如你今天愿意跟我去吃牛排 我买一个普拉打给你 然后他就说 假如你愿意跟我去吃海鲜 我就去 定造一套 色脑的西装给你 直到谁觉得 这个代价太高了 我跟你去吧 我去说什么呢 他总有方法解决一见不可 同时结果是两个都开心的 坚持这个训练 没找到的 两个都不去 甚至 没谈到一个两个都开心的 不准去吃饭 那个很快就要出够的动力 两个约定的行 对吧 所以你愿意不愿意找解决两个性的问题 愿意不愿意坚持找一个开心的方法 总是保持轻松嘛 就算够坏了 经常发脾气啊 心情不好啊 有所谓负面情绪的朋友 到底你是只维持一个所谓精练的 轻松的 开心的 愉悦的 愉快的 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你愿意花多少钱 你愿意花多少钱 有人愿意花十五块钱 保持自己三个礼拜不开心 有人愿意花十五块钱 来保持三个礼拜 超过二十天不开心 就是因为三个礼拜前 他去那个餐厅 去另外炒饭 他觉得炒饭有点臭的 要腕 那个君理说不允许腕 因为你吃过的都不能腕 那个顾客说 我不吃我怎么觉得臭的 他说我不管 吃过的 你就不腕 所以他生气了三个礼拜 你看三个礼拜 没有那个轻松快乐的状态 十六块钱都不宜 十五块 整天可以买掉 有人家就愿意这样对吗 再说也有吗 一些小事生气很久吗 谁能告诉我什么事 给我一个例子 我把你救你出来 因为他把孩子喜欢玩的玩具 当垃圾扔了 然后我不同意 然后我们就吵到了离婚 因为他觉得我乱扔东西 不及时收 不及时把玩具整理起来 你孩子几岁 你孩子几岁 我孩子一个两岁一个七岁 七岁的孩子没有好玩过的玩具 收集起来是吗 他把孩子喜欢玩的玩具 因为吊在地上 他就当垃圾扔了 你们回答我问题 那个是七岁孩子的玩具 是吗 妈妈带替了七岁的孩子 照顾那个玩具 带替七岁的孩子 去争取玩具 可以随时让这个权利 到底那个玩具是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的 是孩子的 昨夜 但是我买的 昨夜 在学校那些昨夜啊 是你的时候在孩子的事 孩子的事 你一上班就回到第一句的事 做了昨夜没有 你什么时候开始占领孩子 让他能做到 他自己那个年龄应该做的事 你以为这样为孩子出头 是为孩子好吗 一方面你同意 帮助孩子培养出来 照顾他本人员身边的 一方面你在拖外这句话 开始上来到了 外面工作都是 有什么时候不开心没问题 有我妈出头 但是我们吵架的焦点不是在海 没有 你吵架的焦点 你得把它兴急了 怎么上线上岗了 是吧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没得打 你真的是 你应该做的事没做 然后你觉得有人挑战我 就是原则性的问题了 我觉得你根本不在乎这个问题 我想问你就是 坐下来 我这样说你当年不太舒服 也不太愿意聆听 你现在普遍见到一个现象 很少的孩子为他吃饭 他自己不愿意坐好去的 当然是管父母 而且奶奶活活了 包括把母的很辛苦了 对吗 那怎么样的孩子生下来呢 给他那个手机 他就玩他就愿意 或者看那个什么了 对吗 做他的一面见话 然后呢 那个成人的胃一口饭过来 吃饭吃饭 吃饭啦 吃啊 对吗 从这么少的年龄 就已经照给孩子 本人应该做的事 本人不需要做的 你孩子很辛苦 七岁有妈妈不断买性婉拒 然后妈妈保护他 让他可以随意的来来来来 照顾这个性婉拒 这样的时候呢 将来他长大 婉拒他不需要再次 因为妈妈带路再次 真的不小心弄掉了 妈妈都愿意再买 以至到他的工作也不需要再次 以至到他的爱情情感关系里面 很不容易找到这个班女也不需要再次 因为他拥有的东西 因为他拥有的东西他不需要争取 因为他拥有的东西他不需要争取 对不起 说一句难听的话 比如说报应二十年后三十年后才会回来 他没有让哭 然后我们两个吵到他们哭 那我恭喜你 你想一想我说那句话 不是因为我是男人帮男人啊 我是真诚这样说的 现在剩下很多青年人 根本都不争取 一段关系 爱情的 不容易得来的事情 对吗 你希望你的孩子有时间 假如一个孩子 这个是我的 绝对不允许别人工 我谈的重塑心灵里面有 那个既信 既爱 既专 这个既我价值 必须先有既信 既信是我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 我必须有足够的既信 才有足够的既爱 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这个能 我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 在我每天做的事里面 拿到我追求的价值 就要不断做下去 以及我要成功快乐的人生 原来既信是怎么复杂的定义 简单就是 我有足够的能力 足够的能力要我拿到我追求的价值 然后什么带给你的价值 越大的东西 你越真实 你现在开户楼要两两货车 有一两货车 每个月带给你十万的收入 另外一两五万的收入 OK 一两十万一两五万 现在两两都坏了 你只有五千块钱 你先去收你哪一两 十万 为什么 带给你的价值越大 你就越真实了 对吗 所以当我们能够明白 我是我人生里面 带给自己的价值最大的 那个人 那个东西 我就愿意爱自己 从哪里开始呢 是我的东西我应该爱 所以找了七岁的孩子 他已经能够做的 绝对不愿意爱 带给孩子做 包括收取自己的衣服 收取自己的书包 你不知道他能不能做 你的试试看 你先帮他做 然后跟他一同做 只要有所有校长故事啊 搞比赛啊 我是奥特门 你是猪猪啥 人家看谁快做好 我真的很开心的了 然后呢 一同做 然后他做 你在旁边看 做到给他团队 他很快的 很季然的 就产生这些习惯了 爱并不是一个理由 防外孩子 不培养重要的良好习惯 爱不代表 可以伤害孩子 所谓爱自己拥有的东西 这个很深层的 我是谁 我对我 我人生的东西 人 这个关系很重要 我不说你 当然不明白 有什么生在后面的意义 一个越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越有这个能力 你会发现他成长的越好 这样越少担心 有充分能力 能够照顾自己的 足够的继续 自己的能力 是爱 因为我懂得这样 我尊重了自己 我就能够尊重别人 别人能够尊重 永远去遍 我爱我自己 我才能爱别人 爱我 OK 有足够现在的孩子 到了十几岁 去个学校 现在有很多学校 或者已经 甚至有了 中学生要卖毒品 这些嘛 对吧 吸毒嘛 那些问题很大 里面那些不足了 可是刚才说 足够的继续接近 有这些能力的孩子的 不会的 饮料 他没事的 我不需要用这个方式来 让我快乐开心 感觉好 要我有太多东西 我可以做 让我继续有这些感觉 就不愿意去碰那些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让我有快乐满足的感觉 我就要试试那些 而家庭里面都破裂了 回去总是两个父母啊 这样的话呢 没有什么会让我开心 我也没有那份机我扎诀 我就要讲了 现在很多孩子 工学生很糟糕 就是从这些小地方肥养出来的 有没有教会他们 用什么教会他们 第一 他们是应该他自己做 而不是因为你爱他 就代替他做 这个是代替孩子成长 怎么想吃饭吃 他应该做的事对吗 很简单的 你不吃你就饿 我们吃饭了 他不吃完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收了 你来吃饭不吃 OK 然后到晚上才有个吃的 当然没有到晚上 他都饿了吗 帮帮他要吃东西 怎么样 没有了 他哭什么样都没有 等到六点钟吃饭才有 你还是你还是死不了了 OK 可是这次他乖乖吃了 但不是没问题 要这样 只要不发脾气 很快地培养出来 对吗 他应该做的 他自己做 我要陪他做作业 他才做 你以为这个伟大 这个母亲呢 要再伤害孩子 那么他自己要做 事都不做 上十九天要不要陪 再来上班也要陪 自己应该做 应该自己做好的 还要妈妈陪我才做 对不起 这是我的看法 好 记住他 不要想着 敬服对方 两人今天一拥 这个念头 你们开几分开的了 结果你以为你赢的时候 真正就是你输的时候 他给你背后 不知道多少 多的学来证明 你以为你比我强 就算我比你强得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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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